講到這裡這一段就是日前出捨這本古詩裡面 叫你怎麼來調伏你的血癮的念頭 所以我們從一開始講了這個騙死的意戀意消 一生的功名、性命是很重要的 那血癮的果報都是非常慘烈 所以才會跟你講說世期莫及 會後悔莫及 那第二段跟你講說 奸淫、血癮接近殺 會招來殺生之後就是奸淨殺這個意思 不僅是殺別人也是殺自己 或者殺他們三代 這叫做奸淨殺 這奸淫在這個地方來講 見他赦免起性是 他講的是非常的重 所以奸淫接近殺 也就是說會招來殺生之後 所以我們常說 射住頭上一把刀 那裡面也講起乎之爵 混怒超刀則殺 這些都是古人的智慧 古人講出來的話 但是現在這種因果故事都不斷的在重演 不斷的在發生 那這個地方這段只要是跟你講說 你淫煉如果沒有辦法平息 就好像說用手在火堆裡面這樣燙 這個淫煉就慢慢會熄掉 如果還是熄不了 那就叫你誠心明咒 是打咒 再沒有辦法 他就叫你觀想 古人的墳墓 你遲早有一天 也會跟那個人一樣 在墳墓裡面 就變成一堆白骨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來講說 血癮的果報 切實非常慘烈 我們就講一個真實的公案 這個事情發生在我們台灣基隆市 碼頭前面有一處米營宅 發生了沙登案 這是發生在2011年2月 當時米營案發生的時候 有一名男子倒臥在血泊中 當時基敏正在看電視 突然間聽到屋外有人 傳來男子的叫聲說 救命咒 救救救救救救的聲音 結果 靈機跑出來看 才知道發生凶殺案 那麼當時這個傷者 意識還很清醒 可是送到醫院去以後 因為失血過多 最後搶救 容然告不治 那麼警方調查呢 這個死者呢 是40歲的詹蒙 兇手呢 是37歲的林蒙 兇手跟這個被害人呢 他們都是一起從小 長大的玩伴 很要好的朋友 兩人呢 都沒有工作 那在2011年2月呢 因為這個詹蒙 因為這個詹姆呢 姓親了他這個好朋友 林蒙的妻子 而且呢 還強拍裸照 同時用裸照呢 來去威胁林蒙的妻子呢 糾纏不休 但是呢 林蒙呢 都被蒙在鼓裡 那麼有一天呢 詹蒙又到林蒙的 林蒙的這個老婆 檳榔灘呢 去騷擾 正巧呢 他手機留在現場 就被這個林蒙的妻子呢 把手機打開一看呢 發現他手機裡面有他的裸照 那麼這個林蒙的妻子呢 就像他丈夫呢 坦承呢 他遭受沾染的性侵的言尾 那麼林蒙呢 本來他是基於兄弟情侶呢 醜事不想張揚 所以準備呢 那一天呢 就帶了他太太呢 搬離開租屋的地方 但是這個災難呢 就是逃不掉 沒想到呢 當天晚上呢 那個詹男呢 又騎機車呢 到林某的租屋處 以為林某不在家 又企圖向對他的妻子呢 毛手毛腳 結果被林某當場撞見 兩人就大打出手 那詹男呢 就知道自己理虧呢 就且戰且走 林某呢 怒氣燃消 順手就拿著切生一片的刀子 追到門口 這樣詹某呢 臉部跟胸部呢 還有大腿呢 連砍好幾刀 最後這個詹某呢 不知倒地呢 被人家送起醫院急救 最後死亡 那麼林某帶著他妻子 往山上要逃亡 但是後來呢 覺得無事可逃呢 還是下山呢 向警方投案 從這個案子呢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說 就古人講的呢 事起莫及 起乎之節呢 憤怒操刀自殺 這真的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憤怒操刀自殺 這個故事 就活生生的 這死實的 就發生在這個人間 好 然後 林某